一、二、三 哇! 站起來好棒 站起來好 最大的努力復健 目標是今年年底可以站起來 他在轉入我們三種加護病房後 直接我們就接受照會 我們就馬上立即介入 讓他接受一個所謂的床邊復健治療 8月中旬他順利轉出神經外科加護病房 來到了神經外科普通病房 那普通病房也在隔日開始訓練 他轉位能夠到輪椅上面去 高位脊椎損傷的病人所造成的呼吸障礙 當時因為有這個問題 他沒有辦法好好的復健 後來在一些呼吸的治療師的協助之下 他慢慢脫離了呼吸的一些功能的障礙之後 讓他現在的心肺功能障礙幾乎完全克服 以下半部的神經受損會導致一些排尿困難 反覆的滅尿道感染就會發燒 一發燒就必須要吃抗生素 藥物治療 那全身力量就沒有了 左下肢他出現了一個脊椎損傷 頸部脊椎損傷最擔心的所謂的 靜攣性激張力過強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 讓他晚上會不斷的因為靜攣而疼痛 沒有辦法睡覺 他媽媽半夜都要起來幫他按摩 我們就決定用所謂的局部的肉毒感菌注射 所以他曾經對我說了一句話 讓我非常印象深刻 就說張醫師 我終於感覺到我的腳是我的腳 我可以好好的去控制他 肌肉的肉毒感菌注射 改善他的張力 我想這個算是復健的領域裡面 也是算是輔助治療 而且是我們復健科的一個強項 打完針之後的狀況 讓他復健的過程更為順利 可以執行後續他戰力 還有行走的一些訓練都更順利 我覺得他有著一個堅強的意志力 他們在做治療的時候其實會滿痛的 對啊就是像 就是廢偶坦的時候 那個器械管會抽 然後那時候其實很不舒服 然後現在還有就是左腳在修復 像在復健的時候其實他會痛 可是我都忍住 他一點都不會浪費他在病房的時間 那雖然他在病房沒有部隊的起床號 但是從早到晚他都相當自律 只有吃飯跟午休時間 每天都到復健部接受密集的物理 還有職能治療 而他總是一個每天最後一個 離開治療區的病友 在我們三軍總醫院的醫療團隊的治療下 一開始受傷那些爐內的一些血腫都已經完全吸收了 然後腰椎啊 右懷骨折也都癒合良好 肺部還有泌尿道系統的問題 也在感染科醫師及泌尿外科醫師的協助下都恢復得還不錯 那目前進步道已經可以流暢到 右手可以順利用叉子進食啊 或是使用3C產品啊 甚至寫字等等 感謝我們的團隊這樣子 那同時下肢還有他的軀幹的肌力的訓練之後 能夠順利進展到 在旁人的稍微輔助之下 可以稍微站立了 那甚至在自行滑動輪椅 就是用他的下肢滑動輪椅 甚至站起來在協助之下用駐步車行走 所以說你說他是奇蹟 我覺得是個奇蹟啊 他要用的駐步車行走 你在內偶動了 我會用駕車的駐步車 我會用駕車的駐步車 是駕車的駕車 就是駕車的駕車 就是駕車的駕車 你還是駕車的駕車 是駕車的駕車 就是駕車的駕車 駕車的駕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